这是我的大玩具 它还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小熊猫 这是我送给老婆的礼物 可我第一次开上它就爱上它了 于是我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计划开着只有200公里续航的小熊猫自驾全国 为此我安装了车顶行李箱花了1000元 安装了钛合金的底盘护板花了300元 因为我打算全程只走国道 所以特意买了一个备胎花了300元 媳妇还将它过气的眼睫毛也拿来给熊猫打扮打扮 让我旅途的路上不再孤单 它就是我一个移动的家 我的吃住行全靠它 我要去看那些我一直想去 但一直没有机会去的地方 我希望这次旅行能让我实现我的梦想 让我的余生不留遗憾 好了我们出发吧 快看我遇到了什么 希望它能给我的旅程整家好运 我希望你能给我的旅程整家好运 我希望你能给我的旅程整家好运 我們跟蝦奶貓喂點奶再出發 我們跟蝦奶奶的食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总行十里程255公里 全程国道用15小时 我们的小奶妈要休息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 我们明天见